我养了一个小金丝雀 少年眉目惊艳又奶又醇 被我欺负时会眼神湿漉漉的喊着姐姐 乖得不像话 哪只宠过了头 她竟然跑去挑衅我的白月光 金圈太子爷 我敢去救她 谁知包厢里她面容冷峻的端坐主位 而金圈太子爷却像狗一样跪在她的脚边 一 我一进门就被我的小金丝雀抱了个满怀 姐姐好想你 她眨巴着眼睛 像小狗一样在我的颈边青蹭 又乖又软的撒娇 少年养起牛乳般白嫩的小脸 我的目光划过她深邃迷人的眼眸 以及樱花色泽般的唇 她穿着白色卫衣 头发软软的搭了下来 醉一席卷 我坏心眼咬了口她的鼻尖 她轻咽了一声 眼睛里立刻泛起了水气 委屈巴巴的瞧我 姐姐坏 我还欲使坏 冷不防被人提着腰一把放在琉璃台上 姐姐喝醉了吗 她争得无辜的狗狗眼盯紧我的唇 我点头 小腿顺势缠上她静瘦的腰身 手揽上她的脖梗 她整个人都僵住了一瞬 下一秒就如同煮熟的瞎子一般 全身饭粉 姐姐想轻轻她低头 用湿漉漉又难耐的眼神瞧我 我正一吻上去时 门口传来声响 陈特住进了门 她轻车熟路的将我的外套替我挂好 又挽起白衬衫的袖子进了厨房 几分钟她端出来一杯 我惯常喝的醒酒汤递给我 总裁 喝点醒酒汤 头还疼吗 我接过醒酒汤 喝了几口 才温声吩咐她 我没事了 你也早早下班回去休息吧 陈特住斯文的汗手 在我看不见的角度 她淡淡的眼神扫过苏南齐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 总裁喝了酒 晚上容易胃不舒服 照顾好她 苏南齐勾起脱唇 眼里划过一丝冷意 带门刚关上 她看向我时 眼神又变得委屈 一脸粗意的小狗 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脖子 她奶胸奶胸地问 姐姐最爱的人是谁 是我还是那个穿西装的黑脸男 我好笑地弯起了唇 只肩轻挠她的下巴 当然最爱你了 下一秒 垂头丧气的小狗 眼睛都变得亮晶晶 一脸得意 这还差不多 我穿西装可比她帅多了 我被她暖在怀里 又亲又抱了好一会 又被她不依不饶地追问 月色洒下 我耐心地回答她 一个又一个略显幼稚的问题 嗯 第二天上班 昨天还好好地陈特住 今天整条右臂就缠上东带 据说是走夜路 不小心摔倒了 她见到我身边的苏南齐 跟见到鬼一样 我侧头看过去 苏南齐的下巴 搁在我的肩头 眼睛困倦 泛着乌蒙蒙的水汽 一副懒懒小狗的样子 怎么就把她吓成那样了 今晚有场晚宴 原本陈特住当我的男伴 这下只能重新选人了 我刚出声吩咐 给我重新选个男伴 手腕就被人攥紧了 原本还懒散的人 突然正经危坐 眼神淡淡的腻我 姐姐怎么不选我呀 我愣住 我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我不忍心 我的小金丝雀被卷进名利场 尤其是有副十身的场合 但是耐不住那人 一脸期待的狗狗眼瞧我 还脱长音调勾我 姐姐 我穿西装超帅的 你不想看他吗 美色误人 我鬼使神差的答应了 直到看到苏南齐一身西装的 站到我面前 我还是看呆了 剪裁得体的西装 勾勒出宽阔的肩膀 和静瘦的腰身 白色衬衫的扣子 静玉的扣到顶 神情金贵 长身鹤唳 从纯情乖兔到静玉男神 这极致的反差感 我的心痒痒的不行 呜 好想弄哭他 好想撕开他的衬衫 咬上他的猴结 我也确实那么作恶了 刚开始只想聊聊他 我揪住他的领带 将他扯到身边 只是这样 他的耳朵就红到低血 更别说我撕开了他衬衫时 他那微微难耐的颤抖 更是让我受性大发 我将他压到总裁办公桌上 凑过去吻他的猴结 性感的猴结泛着水渍 上下滚动 他白皙的眼尾泛红 似是要哭出来了 声音颤抖的喊我 姐姐 我俩胡闹的后果 就是他的西装 被压得皱到不行 只好重换一套 等我们赶到晚宴 宴会已经开始了 我身着小礼服 挽着苏南奇的臂弯入场 在场的人都是金圈豪门 都认识我 也都知道我最近 新养了个漂亮的男孩 四周都是窃窃私语生 软饭男 长得再好有什么用 丢男人的脸 我有些生气 苏南奇虽然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我经常听见他打电话 视频会议也是有自己工作的 而且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他从来没花过我的钱 即使我心血来潮给他买奢侈品 他也会回赠同样价值的礼物 现在被这些人说得这么不堪 我冷下了脸就要上前 被一旁的少年牵住手腕 姐姐 饿了 他朝我笑得乖 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小蛋糕 我气瞬间就没了 挑了一个最漂亮的蛋糕递给他 又摸他的头 爱吃甜食的小狗 三 小狗手里的蛋糕还没来得及吃 就被身后傅时生的保镖一把碰掉了 那一瞬间我好像眼花 看到了苏南奇冷立的眼神 身后傅时生被一众保镖簇拥着 西装革履 从容不迫地走来 眸光疏离冷漠 连道歉也是高高在上的语气 抱歉苏先生 不小心碰掉你的蛋糕 神经病啊 参加了宴会带这么多保镖 不过碍于他金圈太子爷的身份 没人敢多说一句话 苏南奇铭起唇角 这是他不开心时候的表现 傅时生一直是我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爱到上演各种舔狗行为 现在在看到傅时生的脸 我心里却没有任何的波澜 好像从前对他的心动都是错觉 真奇怪 我拉着苏南奇的手腕 懒得跟他俩废话 正准备走 却没拉动 苏南奇滴滴开口 姐姐 去帮我再拿个漂亮蛋糕好不好 这倒霉孩子 这个时候还惦记吃蛋糕 我刚重新找人要到蛋糕 乔婉晴就不怀好意的暴毙看我 你那个小男朋友胆子真大 居然敢挑衅时生 他也不瞧瞧自己是个什么低贱东西 乔婉晴 傅时生的未婚妻 我的便宜妹妹 不是我说啊 姐姐得不到正主就找个替身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也顾不得他对我的挑衅 只急忙问他 苏南奇人呢 他笑得恶毒 被傅时生带走了 估计这回已经少了一只手了吧 我心脏吓得狂跳 傅时生是金圈手段最狠力的太子爷 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苏南奇那么小又那么单纯 我拔腿就跑 一个包厢一个包厢的找过去 直到看到有一个包厢门口有血迹 我刚要推门 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清冷又充满质感的声线 是苏南奇的声音 只是和以往不一样的事 那熟悉的声音却透着满满的寒意 傅时生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金圈太子爷了 怎么 占了我的位置 还欺负我的女人 你真是够爽的呀 透过门口的玻璃 我看到了让我惊奇的一幕 苏南奇端坐主位 浑身散发着压制性的气场 他的语气慢调丝里 却跟凌迟着猎物般稳操胜券 唇角微沉 面容冷立 明明是同一张脸 此刻的苏南奇 却和以往大不相同 唯一很违和的 是他手里捧的一个 被摔得七零八落的粉色蛋糕 下一秒 那个蛋糕 被他兜头照在了傅时生的脸上 我才发现 一贯高高在上的傅时生 此刻正跪在苏南奇的脚边 黏腻的蛋糕 忽了他满身 他连动都没敢动一下 直抖着声线求饶 南奇 我知道错了 我会乖乖 当好你的替身的 求你别说回我的一切 四 苏南奇面色冷峻 只微微抬手 一旁附加的老牌管家德书 递上一条真丝帕子 又叫他 少爷 夫人让我给您转达 笑您完够能早早回家 他很挂念您 他姿态慵懒地擦拭着手指上的奶油 手指骨节分明 如完美的艺术品 苏南奇淡淡回复 知道了 又低头摆弄着手机 嘴角溢出一抹温柔的笑 我兜里的手机震动一下 小狗发来一条信息 姐姐别担心 我出去买个蛋糕 马上就回来哦 我回复 好 等你 那边秒回 想姐姐以及一个可爱小兔的 亲亲表情包 那边苏南奇温柔的眼神 盯着手机 一分一毫都舍不得 从屏幕上挪过去 甚至还小心翼翼地 用手指摸摸摸手机上我的头像 一脸眷恋的笑意 许氏心情好了 他恋恋不舍地将手机塞进兜里 下一瞬 高大的身躯站立 他又恢复成冷淡高傲的太子爷 没什么表情的 瞄了一眼脚边的傅士生 开口就是浓重的压迫感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再让你发现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小心你的狗命 一旁的管家得书 适时的倒把好人 他拉过傅士生的手 将腿软的他拉起来 小心劝告 南奇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当初那么多人里选你做南奇少爷的替身 不仅因为你长得像 一片空白 失神地看着包厢里的场景 我又想起他们两个八分相似的脸 人人皆以为苏南奇是傅士生的提身 却从都有想过另一种可能 傅家是从晚清时期就发了家的 历经几代 长盛不衰 是真正的豪门圣族 傅家这代的继承人只有一个 原来就是苏南奇 看来是金圈太子爷心血来潮 扮演穷小子的无聊游戏罢了 我看着他面无表情的金贵 冷漠 高傲的面孔 很难将他和家里那个单纯 可爱 眼睛明亮的小男孩重合成一个人 很好 很好 我千年倒横的狐狸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让你这个扮成小白兔的狼狗给骗到了 五 我和苏南奇认识时候 我一直以为他是普通家庭的小孩 他在我受邀去财经杂志做访谈时看到了我 他本是被临时拉来当摄影师的 阴差阳错对我一见钟情 我工作完已经凌晨两点 他等到凌晨两点 却不见疲惫 眼神亮晶晶 笑起来离窝聚满的甜 姐姐 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看起来像刚毕业的小男孩 小男孩的爱意总是那么热烈 充盈 不知疲倦 他为了追我 雷打不动的等在我公司楼下 经常给我带一些自己做的小礼物 草边的小蟋蟀 一小数向日葵 彩色卡通便当 或者是娃娃盲盒 有一次还带了一个巨大的拼好的手办 眼神亮晶晶的瞧我 也不知道他怎么拿过来的 我慢慢动摇 理由很多 他软乎乎的头发很好揉 他开心时亮晶晶的眼眸很好看 他嘴角的酒窝很甜 他害羞时粉红的耳朵 尖尖很可爱 最重要的是 他的爱带给了我很多安全感 他撒娇的时候又乃又怪 正经起来却又A又帅 分手多年的前男友骚扰我 求复合不成 在我公司楼底下拉横幅 写满了我的坏话 说我靠卖身上位 说我强势变态 苏南起脸下平常乖巧的神色 将我护在身后 他身材高挺 腰身紧实 气势射人 面对前男友对我的指责 直朗声道 什么时候 一个女生努力奋斗 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 成了强势的行为 他的成功是因为 他的不懈努力 他的不停奔跑 他的勇往直前 却被你说成靠男人 靠你这种蠢的像猪 思想又这么肮脏的男人 你觉得可能吗 难道在你看来 女生待在家里相复轿子 就是成功 在职场时 杀伐果决 就是失败 走捷径 他的成功不需要你定义 取决他自己的感受 那一刻 我愣住 在场的所有女生也愣住了 片刻后不知道 到哪里响起来的掌声 我们公司的女员工 也力挺我 他们撕掉渣男的横幅 甚至没需要保安出手 就将渣男赶走了 小助理偷偷地红着脸 给我比大拇指 乔总 你男朋友太帅了 其实那天 我早已想好了解决办法 联系了保安 联系了律师 职场多年 我也不是任人揉搓的卵柿子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会有人 将我护在身后 更没想过听到他那番话语 我创业最艰难的时期 拉投资 喝酒喝到胃出血 住院后醒来 被分手没有哭 被前男友分手的时候说 你为什么这么强势 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太累了 我没有哭 前男友当着我的面夸小三的时候 他不像你 他温柔 小女人 依赖我 崇拜我 他从来不会给我那么大的压力 他开口说的都是夸奖我的话 我也没有哭 直到穿过时光的洪流 有人保护我的自尊 尊重我的想法 那一刻 我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开始是抱着逗弄的心思 最后食髓之味 年轻的小男孩 体力好的不像话 我们一起 很少说彼此家里的事情 父母糟糕的婚姻 我一向避而不谈 他也含糊其词 说家里处境复杂 我便没有多问 即使发现他的经济实力 并非我以为的那么普通 我有些疑惑 却从不深究 这下好了 他身份的底牌 被我无意识地揭开 当真是个会装乖的小狗 六 宴会后晚宴开始了 我进贵宾室 换了那场礼服 黑色吊带长裙配珍珠 我们这桌 做的都是近年来 新兴行业的老总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皆是四五十岁的老男人 我刚一落座 星光传媒的李总 就色迷迷地打亮我 还一脸猥琐笑意的 和旁边的男人耳语 乔总这身材 是越来越好了 怪不得事业上升这么快呢 声音是我刚好 能听到的音量 不就是暗示别人 我是靠身体上位的吗 我晃了晃酒杯 回对他一句 嘴巴放干净点 他又小声嘀咕 穿得这么骚 不就是为了 他的脸冷了下来 居高临下地望着那个男人 压迫性很强 你能不能脑僵摇匀了再说话 他穿得这么正常 勾引谁了 再直的肠子 你也不能张嘴就拉呀 你长得那么丑 还出来晃荡什么 我还觉得你伤害了我的眼睛呢 再说了 你穿得这么紧身 难不成你也是为了勾引女人 我在旁边配合的扑斥一笑 那个李总一身肥镖 肚子跟怀孕了一样 偏偏穿了件白色的紧身西服 感觉那件衣服 下一秒就要被他撑爆了 李总满脸胀红 哑口无言 苏南奇冷哼一声 抬手 有黑衣保镖迅速上前 架着那个李总 就像扔死猪一样扔了出去 我本能一惊 这个李总最近可是风头正盛 但转念又一想 他金圈太子爷的身份 也是 他的一句话 能让李总在圈子里查无此人 我替他瞎操心 苏南奇解决人完 转头就看见我直直地盯着他 他的耳朵红了红 表情变成了讨赏的小狗 姐姐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他就差把脑袋拱在我手心 让我夸他棒了 即使还在生他的气 我也没控制住自己 摸了摸他的脑袋 他攥着我的手 我被拉到无人的走廊 昏暗的空间 苏南奇猴杰性感地滑动 手紧紧箍着我的腰 声音低沉黏腻 姐姐 这声好美 响亲 没等我回答 带着柑橘掉的稳落下 我头晕目眩 在腿软得快要倒地之前逃走了 我的心好乱 本来我计划的是 见到他将话挑明 干脆利落地提分手 但是现在 我竟不知道如何开口 七 那场宴会后 我最后独自回了公司 我吩咐陈特助 将我后半个月的出差提前了 于是 我当晚就坐上飞机 飞往第一室 手机上苏南奇 发来大段大段的信息 姐姐 你怎么没等我就走了 姐姐 陈特助说你出差去了 我把你的行李给你收拾好了 你回来拿吗 姐姐 飞机还没到吗 最后一条消息 是苏南奇发的语音 他略微沙哑的声音带着轻颤 姐姐 我只是很想你 我只冷淡地回复了一句 你到酒店 误念 总统套房里 我站在落地窗前 思绪难得有些迷茫 我胡思乱想了很多事情 我翻看着相册 我们两个从相识到相爱的过程 相册里有他可爱的鬼脸 有他孩子气得自拍 有他睡着时漂亮的侧颜 脑子里乱成一团 我年少时 目睹母亲因为父亲的背叛 生死力竭 最后郁郁而终 工作后 又在尔虞我诈的名利场里 真心和坦诚 是我所希望爱情的最低标准 可是 苏南奇打破了这一切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手机响起 傅时深打来电话 说他也在自一室 正在我酒店的门口 问我能不能出来见一面 我正因为苏南奇的事情 焦头烂额 冷淡地拒绝了他 我转头就把这件小插曲 撇在脑后了 爸 等我再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两周后了 我俩住的某别墅区 当时苏南奇一脸无辜地跟我说 刚好他有个朋友 有套闲置的房子 以低于市场价格 很多的价格租给我们 现在想来 这位朋友就是他自己吧 我回来的时候 没告诉苏南奇 已经凌晨了 我估摸着他睡着了 我亲手亲脚的进门 仪式寂静 酒气弥漫 夜里风很冷 苏南奇赤脚站在阳台上 身上的玉气浓郁 他回头 男人线条精致的轮廓 引在黑暗的光线中 碎发贴着眉眼 眼眸微醺 桃花眼似是蒙上雾气 看见我 他愣住 半晌才迷糊开口 是在做梦吗 我没回答 站在原地 他又低了声线 冷白的小脸皱着 眉梢眼角都是委屈 肯定是看错了 姐姐不喜欢我了 他不会回来了 他嘀嘀地哄着自己 却好像控制不住 朝走来 梦里也行 要抱抱姐姐 我怕他摔倒 往前走了两步 就被小狗一把扯进怀里 力道很大 我撞到了他的胸膛 他毛茸茸的头 埋在我的颈窝 有些疑惑 好真实 接着我就感觉颈边微凉 我抬起他的脑袋 月光下 他眼角溢出薄薄的泪痕 眼尾泛红 鼻头都染上让人心疼的粉色 月光洒在了 他脆弱又迷惘的眼睛里 他像是淋雨的小狗 我的心胀胀的 好像泡在水里 我以为再见他 我会怪他 会生气 可实际上 见到他以后 我只有满满的想念 乖 别哭了 我哄他 姐姐 我好想你 他似乎才确认是真的我 他搂住我的腰 不住地低声嘻喃 将人哄到沙发上 我给他倒了杯风力水 他好像怕我跑了 小口小口喝得乖巧 但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苏南齐 我有话对你说 我刚开口 他好像怕承受不住 我接下来说的话 凑上来吻上我的唇 声音颤抖 姐姐 是不是我最近哪里做得不好 姐姐不喜欢我了 你说出来 我都改 姐姐 你别不喜欢我 别说让我伤心的话 好不好 我所有的话语堵在口中 他不停地叫我 姐姐 姐姐 将我蓝腰抱在怀里 勾得很紧 不让我逃离 他喝了很多 他说一直叙叙叨叨地 要我陪他 最后不知何时 我俩一起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睡着了 九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睡在床上 不知道苏南齐 什么时候把我抱上床的 厨房传来香味 我走出去 就看见苏南齐 裸着结实的上半身 系着我给他买的黑色围裙 晨光下 少年的发型 好像是精心打理过的 衬得他越发的眉目如画 肩膀头鼓鼓的肌肉 围裙侧面看去 隐隐约约的腹肌 一大早这么香艳 我差点流鼻血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 我爱吃的早餐 见我望过来 他有些害羞 但还是故作镇定 姐姐 快来洗脸吃饭 我呜了一声 往洗手间走去 边走边回味苏南齐的好身材 洗完脸才反应过来 他不是想用身体勾引我吧 我迷迷糊糊的想起 他昨晚在我耳边 带着醉意的念叨 姐姐 是不是我不好看了 你对我没有新鲜感了吗 这傻小子 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坐在餐桌上 苏南齐声音闷闷 姐姐 我最近盛世做了什么 让你不喜欢的事情了 你一声不吭的出去出差 也不回我信息 很久也没回家了 他走过来 将脑袋搁在我的膝盖上 呜一声 姐姐 你是喜欢别的小狗了吗 我挠了挠他精致的下巴 又捏着下巴 抬起他的脸 他乖巧的认我摆步 我又想起他那天 冷着脸的样子 本来我以为我知道了 他的真实性格以后 会觉得他在我面前 故作乖巧的样子 很违和 可实际面对 膝盖上毛茸茸的脑袋 他委屈的身后 仿佛有搭了下来的尾巴 我别过视线 忍住 呼 完全忍不住 我伸手 狠狠地摸了一把他的头 没有喜欢别人 也没有讨厌你 最近公司有点忙 所以待在公司的时间 多了一点 苏南齐一下子就被哄好了 眉梢眼角 染上了欢喜的笑意 之前的委屈预色 一扫而光 像一只没有安全感 但永远只会爱主人的小狗 我心里叹了口气 又顺手捏了捏他的小耳朵 才思索着开口 南齐 你知道姐姐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苏南齐点了点头 笑弯了眼 我知道 姐姐的访谈我看了很多遍 我满意地点头 我在访谈里 说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一个真诚的 善良的 忠诚的人 我以为苏南齐明白了我的暗示 我甚至还在刷手机的时候 刷到那种马甲文小说的时候 女主发现对方是大佬的剧情时 暗示他 和他讨论 你说这种男生 隐瞒自己的身份和家庭背景 而且还是从一开始就隐瞒 这种行为是不是很过分 苏南齐夹菜的手一抖 他可能是害怕别人不喜欢 我故作不解 怎么会呢 显赫的身世背景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苏南齐盯着指尖没说话 半场才自嘲般地开口 有时候 这些深爱之物别人可能都不稀罕 所以没必要说 而且一开始没说 后面再开口就很难了 苏南齐又加了一口煎蛋 味道我嘴边 好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姐姐 吃鸡蛋 我沉默地咀嚼 苏南齐 你不会骗我吧 他正愣 垂下眼睫 不会骗姐姐的 是不会骗我 只是从不细说自己的身世罢了 现在想起来 他之前的含糊说辞 和附加的情况也能对上 我叹了口气 食物索然无味了 我起身 我吃饱了 先去公司了 十 正巧年底 公司本就忙碌 加上我刻意回避 我和苏南齐碰面的机会很少 有时候晚上忙到太晚 我索性直接让小助理 收拾出来一些简单的东西 住到公司了 傅时生经常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在我家班到深夜的时候 提着一大堆吃的来看我 我看着他那张 和苏南齐八分相似的脸 莫名很烦 我已经开始怀疑 我小时候是不是记错了 傅时生可能并不是 当年的那个小男孩 可能当年那个和我一起 在黑暗中 被困了三天的小男孩 也许并不存在 他可能是我为了 自我保护意想出来的 种种思虑加起来的后果是 我晕倒了 生理期家疲劳过度 傅时生第一时间发现了我 将我送到了医院 醒来后打开手机 一连串苏南齐的未接电话 怕他着急 我回播过去 电话刚接通 一旁的傅时生温生叫我 直约先喝点水 我嗓子发干 加过水狂喝 傅时生顺理成章的接过电话 给那边简短的说了我的情况 一瓶掉水块挂完的时候 傅时生起身看了一眼掉瓶进度 身形覆盖着我 离得我很近 他身影撤回后 我转头看见了 浑身湿透的苏南齐 他像是被兜头泼离盆冷水般 脸色苍白如指 只是站在那里 浑身上下散发着压抑不住的 阴郁和力气 好像这才是他原本的模样 而不是平常在我面前 装得那么乖巧 他走上前我并床边 一开口声音嘶哑 怎么会晕倒呢 我最近给你送的汤 你是不是都没好好喝 自从苏南齐发现 我刻意躲避他以后 只是每次都将自己熬的汤 交给助理 然后沉默地离去 我生的前几年消耗太多 和苏南齐在一起以后 他总是想方设法地 给我调理身子 苏南齐背了一个大包 他像变魔法般 掏出熬好的红糖浆茶 暖宫宝 热水袋 止痛药 甚至有我惯用牌子的卫生巾 还有安睡裤 还准备了一条舒服的备用裤子 想着最近快到你生理期了 我去你公司给你送东西 到了楼底下 联系你打不通电话 他解释道 他行于流水的动作 惊呆了护士和医生 有人忍不住小声感慨 他男朋友好帅好贴心啊 我捧着暖和的红糖水 小口小口喝 看着他忙来忙去 才突然意识到 虽然我比他大 但两个人在一起 竟是他照顾我比较多 一段时间没见 苏南齐瘦了很多 我有些心疼 想拉一拉他的手 又想起我们最近的情况 手又定住 他眼里有一闪而逝的难过 苏南齐转身的时候 副石身盯着他的后背 眼神莫名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连想到在包厢外 听到他俩的对话 我以为那种眼神 是畏惧的眼神 苏南齐替我椰好了背脚 冲副石上下巴出来 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 走廊里动静很大 有拳脚相加的声音 还有副石身的痛呼求饶声 我赶忙出去查看 苏南齐唇脚紧绷 一身戾气 单手揪住副石身的衣领 将他双腿悬空地抵在墙边 一字一句恶狠狠 我他妈弄死你你信不信 副石身被他打得满脸轻子 只垂着头不说话 苏南齐你在干吗 赶紧把人放下来 我立声呵斥苏南齐 害怕被别人看到报警的话 会影响到苏南齐 幸亏已是深夜 走廊人不多 我拉住苏南齐的手 将他扯回房间 对着副石身说 快走 苏南齐的手很凉 我压抑不住怒火 你要干什么 一转头发现 苏南齐的神情 像是被抛弃的小狗 灯光昏暗 四周寂静 冷风吹来 他的影子被黯然的拉长 苏南齐露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像 求着水汽的眼睫潮湿 他仿佛要哭出来了 姐姐的眼里 只能看得见别人吗 他又扬起漂亮的狐狸眼 眼尾有一处红点 如血般滴在他苍白的脸上 声音滴得好像气音 至我也点了 我会越来越像他的 姐姐 你回头看看我 好不好 十一 那天过后 护士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俩又一次不欢而散 刚回公司 小助理就声音急促地向我汇报 乔总 出大事了 新达科技拿到了 我们新发行产品的内部资料 他们开出了 比我们低两个点的报价准备 和龙太企业谈合作 我默默听完始终 只但笑着给他递了杯水 又好笑地帮他擦拭了 鹅脚一出的汗 声音镇定 慌什么 天塌下来 还有你老板我顶着呢 我登上十里你的高跟鞋 气场全开 在小助理崇拜的目光中 淡淡吐出两个字 开会 小助理脸色微红地弄在原地 扮上才偷偷尖叫 啊啊啊 乔总好工 乔总杀我 作为一家新兴科技公司 最近我们和全国最大的医药企业 谈合作项目 研发一种线上销售软件 作为公司一手的创办人 我办事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有planer plan B 乃至plan C 何况 新达科技怎么能知道 他们偷走的只不过是一个 刻意更改关键数据的100研发稿呢 同时 我吩咐助理在公司里暗自排查内鬼 知道软件内部资料的 只有我和整个研发组 而研发组是跟着我从无道友一手打拼出来的 我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情 开完会 我一个人在总裁办公室内思索 17楼高的办公室 巨大的落地窗 将京市CBD繁华的夜景一览无余 不对劲 很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傅时深 我前一段时间加班 办公室他来过 只有他有机会能从我这里偷走出版的资料 那么他的动机又是什么 同时 我给那家医院的院长打电话 想利用私人关系 看一下那天走廊上的监控 我一直感觉不对劲的一点是 像苏南奇这么情绪稳定又聪慧的一个人 怎么会每次遇到傅时深都力气那么深 况且身为正牌金圈太子爷 毁掉一个替身 不过是一件一如反掌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理由 能让苏南奇在圣路之下 还将傅时深留在身边 难道是因为傅时深掌握了什么东西 还是有什么理由 12 我见傅时深的第一眼就感觉分外熟悉 像极了15年前的那个小男孩 他和我闲谈 也肆无意地说起了小时候的那段经历 我笃定不移 开始追求他 追求的越久 我就越迷茫 他一边吊着我 一边和我的便宜妹妹不清不楚 我始终觉得我记忆中的人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医院监控室 我才看到了真相 傅时深嘴角挂着恶意的笑 一字一句的叫苏南奇 替身 知道乔志渊有多喜欢我吧 他晕倒之前第一时间打电话的是我 去出差的时候也带着我 前几天他加班我也陪着他 即使你是高高在上的太子爷又怎么样 爱情里 你不过是个卑微的替身罢了 他甚至恶意地凑到苏南奇脸前 指着苏南奇眼角比他多出来的痣 还有你这颗痣 他亲口跟我说 觉得很恶心 苏南奇的脸色一寸一寸地冷了下来 他的手攥得清白 在傅时深说完 对了 姐姐的滋味很好吧 我比你早品尝呢 这句话后 苏南奇克制不住地挥了拳头 再后来就是我跌跌撞撞地出来 傅时深立刻装出可怜的样子 我凶了苏南奇 那一刻 苏南奇袭击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监控的最后 苏南奇瘦高的影子落寞地消失 伤心的小狗被主人抛弃 流浪在了雨夜 这一刻 所有的逻辑都通了 明明是正牌金圈太子爷 却总是以为我喜欢的是他的替身 太过于缺乏安全感 即使因为傅时深的种种举动 极度地要发疯 也不敢找我对质 堂堂金圈太子爷 怕我离开 不敢和我生气 不敢向我讨要任何一份承诺 只能忍着脾气 即使厌恶的要死 还要学着傅时深的样子打扮自己 怕我离开 怕我不喜欢他的身份 所以隐藏起来 只为了和我靠近 即使看到了让自己误会的画面 也会因为我的一句话 而自己骗自己 自己哄好自己心里的委屈 这个傻子 傅时深说的都是假话 我的心酸的发胀 我再也忍不住 顾不得先找傅时深质问 我现在一心一意的 只想回家找到苏南奇 好好地抱抱我的小狗 开门的那一刻 我甚至有些微怒 想狠狠地吻上他的唇告诉他 笨蛋小狗 姐姐最喜欢你了 但是家里空无一人 所有的房间 苏南奇所有的痕迹 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好像从没存在过 手机上的电话也打不通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失声痛哭 苏南奇失踪了 傅时深也消失不见了 十三 与此同时 公司也查出来 资料就是傅时深 提供给对家公司的 行业里也突然传出风声 有一家新成立的公司 也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 于是 新达科技和龙泰集团合同前 最后一次接洽的时候 在新达科技 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时 我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将他们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 摆在了桌子上 但是我们还有一家公司竞争 我自信一笑 那个新成立的公司 我查了 成立的很匆忙 也未发展成熟 应该不是我的对手 临出龙泰集团前 我路过会客室 接待的人解释 这是那家新公司的负责人 苏南奇面无表情的 坐在沙发上 气场冷峻 他正垂着眉眼看 吸头的文件 脱去伪装 露出他运筹帷幄的一面 身后的管家忍不住唠叨 少爷 这种事情派个人来就可以了 你的身份特殊 他微抬起手打断 眉头微醋 他的事情交给别人 我不放心 满是寂静 他抬头看到了我 表情立刻就变了 冷静被慌乱取代 姐姐 苏南奇轻喊我 负责人怎么是你 我问 苏南奇张了张嘴 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解释 他身后的管家冲我汗手 乔小姐好 我们家少爷 听闻你的资料被泄露 一时着急 想着帮您进到这个标 再交由你们公司做的 少爷也是一片好心 希望您不要怪他 身后传来新大科技负责人 骂骂咧咧的声音 好你个乔志愿 你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好一招将计就计 苏南奇只一瞬就明白了 事情的真相 有可能关心则急 他是知道这个项目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 再加上夜内传的风言风语 他才想了这么一个方法 甚至怕我知道是他帮的我 居然在这么短短时间内 搞一家公司出来 估计他也是亏损了许多 来进这个标 可是 他没想到的是 我更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也许 他早就知道 他也才会着急来帮我 苏南奇站在原地 又想靠近 又不敢靠近我的样子 完全没了刚才气场全开的样子 姐姐 你都知道了吗 我轻笑 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金圈太子爷 还是知道 傅时深是你对外的提升 苏南奇像犯错的小男孩 可怜兮兮的捶着脑袋 对不起 姐姐 我不是故意这么久 不跟你说清楚的 可事实就是你瞒了我这么久 我说 他这么聪明的人 最近我的反常 他不是没看出来 我觉得我上次饭桌上 都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你是想分手吗 我故意问他 果然 苏南奇一听这个话 浑身一震 咬着唇慌乱摇头 差点急哭了 不 我没有 我不想分手 他的表情痛苦无助 手指钻得苍白 嘴唇都快被咬烂了 我知道他不是想分手 看着他这个样子 我克制不住的想要哄他 但是我知道 不能将问题一直埋在我俩之间 于是我狠了狠心 硬生生忍住 想要抱着他哄他的冲动 别过眼神 那为什么 你将所有的想法都隐藏起来 你想要分手吗 隐瞒身份 从家里搬走 联系不上 我句句控诉 他眼睫湿润 微红着眼 只会一直摇头乌印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上前一步 比他更近了一点 可是好的爱情的前提是坦诚 而不是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 而故意隐瞒欺骗啊 我们需要的是互相坦诚的沟通 说清楚自己彼此心里的想法 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猜想 让对方伤心难过对不对 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我寻寻善诱 他红着眼 好像下定决心一般 鼓起勇气问我 你喜欢的是傅时珅 还是我 他的眼神脆弱的不堪一击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 苏南奇 我从来喜欢的只有苏南奇 没有别人 苏南奇正愣了一瞬 继而眼里涌起了泪水 他用手被抹去 那为什么 在我之前别人都说你喜欢他 你和他一起出差 你还让他进公司 甚至你生病也只告诉他 他只是说着这些委屈 眼神里的痛苦都藏不住 那都是傅时珅骗你的 假的 他故意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假象 我将那天的监控 还有我最近调查的结果 都跟他说了一遍 苏南奇 湿漉漉的眼睛里 慢慢站出了巨大的欣喜 他欣喜过后 是更加滔天的委屈 撇着嘴巴 声音颤抖 猴头发紧 姐姐 你抱抱我 喜欢我的话 抱抱我 我觉得话还没说清楚 但是我终究是没忍住 一步一步的朝他走去 刚走进他跟前 就被他一把拉进了怀里 死死的抱住了我 他忍着情绪 咬着牙 将我还得很紧 好像放手 我就会飞走一样 我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气味 轻轻拍着他的背 温声说 那么如果你什么都不问 我也不告诉我 我就会误会 比如我会在想 你不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是因为害怕 我记忆你的金钱吗 他慌得连连摇头 语无伦次的解释 拉着我的手 钻得很紧 怎么会呢 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的所有东西 都是姐姐的 姐姐如果想要 我全部给姐姐 我从来不在乎那些的 我只在乎你 可是在我的视角看来 就是这样的呀 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能只是想和我玩玩而已 害怕一旦暴露身份 牵扯不必要的时段 我话未说完 苏南奇就连连摇头 他急得不行 紧紧地贴着我 姐姐 不是这样的 他深呼一口气 双手捧着我的脸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 全是我 姐姐 你可能不知道 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喜欢你了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 最坚强 最聪明的小女孩 身上总是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 你的每个访谈 你想找一个普通家庭的另一半 只要他稳重 踏实 爱你就可以了 你说你不喜欢 背靠家族的男生 觉得他们滑而不识 而且相处以后 你好像误会了我的身份 再后来 我追到了你 我觉得像是一场梦 我怕梦醒 我想每时每刻都和你在一起 我怕我说出来 你会离我而去 我太怕失去你了 而且你又没那么喜欢我 你喜欢的 只是我和傅时申相似的脸 我更害怕了 之所以从家里搬出去 是因为我怕傅时申 因为报复我而伤害到你 所以为了保护你 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你很小就认识我了 我声音很轻 隐约想到一种可能 我小时候和一个小女孩 一起被绑架了 我们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三天 她只比我大两岁 却一直照顾我 给我唱歌 哄我 还把最后一口食物给了我 可以说没有那个小女孩 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后来家里人才找了我 为了害怕再有意外 傅时申也是那个时候 对外当我的提升的 那个小女孩是你 她摩擦着我手腕处 当年逃跑时留的疤痕 笃定开口 原来苏南齐才是那个小男孩 其实她觉得我帮助了她 但我更觉得 我们是互相救赎 毕竟当时灰暗的地下室 如果没有那个小男孩 我也才坚持不下去 我记得那次访谈 那个时候我妈生病了 我爸在拥有了许多财富的同时 也拥有了很多女人 我妈育育而终 我立志不靠我爸爸 也不想找像他那样的男人 所以我才在访谈中 斩钉截铁的那样说 见我半天没回话 苏南齐小心翼翼的瞅我 我屈起指节 狠狠地敲在了她的脑袋上 打得她嗷呜一声 笨蛋 我骂得响亮 她被打了还傻兮兮地笑 我正色道 其实以前访谈说的话 可能代表了我当时的婚恋观 但是等真正遇到了 自己喜欢的人以后 再多的条条框框 各种标准 都不值一提了 所以我是姐姐喜欢的人 苏南齐傻笑着 拉着我垂在腰侧的双手 又使劲地贴近我 她毛绒的脑袋 眷恋得在我的掌心蹭来蹭去 眼神亮晶晶的 满脸写着开心 她朝我扑了过来 我被抵到了沙发边 姐姐 青青 我伸出一根手指抵住她的胸膛 不亲骗人的小狗 她哭唧唧 十四 我顺利和龙太奇一夜签了合同 为了奖励自己 我立刻订了去海岛的机票 至于苏南齐 哼 我还在生气 不想管她 夜晚的海景套房里 我刚洗完澡 走到私人泳池边 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礼物盒 粉色爱心盒子上绑了个蝴蝶结 上面有苏南齐画的卡通画 是个带着蝴蝶结的小狗在摇尾巴 附上一行苏南齐写的字 姐姐 拆礼物了 我笑出声 扯开巨大的蝴蝶结以后 我就看见了藏在里面的苏南齐 苏南齐半跪在箱子里 仰起头望着我 她穿着白色T恤 微卷的绿色头发 她修长的脖梗处 喉结滑动 我就看见了她戴在脖子上的黑色项圈 皮质的 还加了一小片金属 上面刻了我的名字 月光倾洒在她精致的轮廓上 她美得像漫画里的精灵 姐姐 嘴唇被她咬得烟红 她软的声音叫我 她小小的耳垂红得透明 美色诱人 我凑近她 和她鼻尖对鼻尖 又轻咬了一口她的下巴 拿自己当礼物啊 她闷哼一声 眼睛水润 姐姐 收了礼物就不能生气了 我不说话 只扶了扶她的项圈 这是什么意思 她仰头 喉结滑动 吻上唇的一瞬她说 这代表我永远是姐姐的小狗 苏南奇的眼睛向海 合着海浪声 让我沉溺起伏 第二天起来 我腰酸被痛 小狗却不见人 我伸了个懒腰 就看见了挂在床边的一套衣服 和一张纸条 给姐姐准备的漂亮裙子 姐姐穿上她来见我 有惊喜 我有些疑惑 起身后发现 桌子上有准备好的早餐 我美美地吃完早饭 有人来敲门 不知道苏南奇 她也未回 我穿上那条裙子以后 才发现 那是我年少的时候 写在微博里 一件我梦想的裙子 对于当时还在创业的我来说 每天路过橱窗 看见橱窗里 那条华贵高级的漂亮黑裙 我就觉得拥有无限的动力 只是后来咬牙能买得起了 却又觉得不划算 到后来真正能买得起了 刻意寻找下 却被告知 这是全球限量 早已经没了 我曾经把这个当玩笑 讲给苏南奇听过 没想到她寄到心里了 出了房间门 我才看到 走廊铺满了粉色玫瑰 先是小助理冒出来惊叹 乔总 你今天好美 再是更多的朋友 我越来越吃惊 整个酒店被苏南奇包了下来 走进海滩 天边粉紫色的夕阳 撒下浪漫的余晖 蓝色的海面起伏 海滩前被用灯光和鲜花 造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拱门 拱门的青纱浪漫地飞舞 有一架像童话故事里的秋千立在那里 我突然想起 小男孩和小女孩被困在黑暗中 小男孩奶生奶气的安慰小女孩 你别哭 你不是最喜欢当秋千吗 等我们逃出去了 我带你穿最漂亮的裙子当秋千完 我忍不住坐了上去 海风吹拂 有人在身后叫我名字 我回眸 就看见一身西装的苏南奇 只不过 继领节的地方被他戴上了那条项圈 有一种 静欲又野性的帅气 只不过这种气质 在他掏出一个大袋子 以后就被打破了 他像之前那样 从袋子里一个一个的掏 房产证 车钥匙 公司证书 以及股票文件等一大堆东西 他郑重其事的盯着我 姐姐 我知道你很没有安全感 你在访谈中说 不喜欢靠着家族太有钱的男生 这些都是我成年以后自己赚的 现在全部给姐姐 这样我就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小狗了 只有姐姐爱我 我才有家有饭吃 怎么样 现在有没有感觉安全一点 他捧着东西 笑得很乖 我眼眶很酸 好像在我们相爱的时光里 他总是拥有像小狗一样的真心 即使破破碎碎的 但只要我来 小狗就颤颤巍巍的打开真心 在爱与失落中坚持 即使有时受挫 可是小狗还是愿意相信爱是快乐的事情 我勾唇 故意没接那些东西 你姐姐我呀 也有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 如果要我为了这些东西 洗手做羹汤 我还是得考虑考虑的 姐姐什么也不需要做 你就做最好最自由的自己 如果姐姐想成就事业 我就助你乘风起航 如果姐姐累了 我就敞开怀抱 借助姐姐 当你最安心的归宿 只要你开心 想让我怎么样都可以 身后大家在起哄 苏南奇虔诚地跪在我面前 姐姐 你愿意让我一直做你最中心的小狗吗 我点头的瞬间 身后升起了巨大的烟花 星河满天璀璨 海面也被映照得流光一彩 下一秒 我被我的小狗紧紧地拥入怀中 全轮完